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改变这个滑动条的位置呢 然后让它的速度发生改变 就是它这个scale 我们就要改这个scale 就是说我们每次滑动了之后呢 我们就要更新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把这里在这个地方添加一个叫做command 等于update这个函数 就是说我们发生改变 那我们就执行update的函数 就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里面呢 就是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把那个两次技术之间那个 时间给它更新一下 第一件事情 就是得到这个滑动条 它的那个数值 然后根据这个数值 也就是这个temple 然后根据我们之前的那个 就是那个计算方法得出 两次就是 两次这个技术之间它的这个 嗯 间隔 那我们现在来试一下 好 我现在尝试着调 调一下下面这个 说明它是可以正常的 运行 就变慢了 对吧 那现在我们想 想让这个对应的这个 这个标签呢 也正常的显示 所以我们把这一部分也给它添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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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